各位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帘字 敬帘的帘 帘字的国语注音是 连是相互牵连不绝的意思 如白居易与原为之书有 千连乖格各欲白首 这是说两个人的心情相互牵连不绝 可是两个人却分隔得远远的 而且眼看都要白头了 还没有见面的机会 连缩则是生理学的名词 当肌肉受到刺激 就会收缩然后松弛 这种往复收缩又松弛的现象 就叫做连缩 也称为振缩或间歇收缩 静连是医学的名词 指肌肉紧张的现象而言 发作的时候 肌肉会做不自然的收缩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强直性的静连 肌肉收缩成强直 手脚颈项等部位 呈弯曲或挺身等状态 而另外一种呢 则是间歇性的静连 肌肉收缩较为迟缓 只是感觉频频震动而已 当脑部以及脊髓的神经 发生毛病的时候 常常会引起静连的现象 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癫痫症 汉连字同音 而字形类似的是 右边这样写成的连字 这个连的国语诸音 也是勒连连二声连 连指的是一胎两个音海 如连声就是俗称的双胞胎 他们的相貌很相似 外人都不容易分辨得出来 但是做母亲的 却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所以 吕氏春秋写着 福连子之相似者 其母常侍之 这里的连子 指的就是双生的孩子 此外 还有一个 和连子字形和字音 很相似的是右边的这个连字 连的国语诸音是 勒远连三声连 连是美好的样子 如连同就是美好的同子 最后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连字和下面的这个连字 虽然三个字的字形和读音都很相近 但是字意却不相同 尤其是连声 是不能够写成这样的连声 或者是这样的连声 所以在读念或写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再会